有計程車駕駛 臨庭買東西 車子被人開走了 25號晚前8點多 在桃園市區的民族路上 當時計程車駕駛 臨庭下車買東西 忘記拔車鑰匙 車子直接被人開走 幸好警方掉躍了監視器 兩小時內迅速逮人 原警鎖定前方計程車 趕緊下車逮人 趴走 趴走 下車 趴走 怎麼在這兒 男子遭原警拉下車並壓制在地 因為他剛剛開的計程車是偷來的 桃園市區25號晚上8點多 一名計程車駕駛行進民族路 臨庭下車買東西 忘記拔車鑰匙 這名男子卻趁機上車 將計程車開走 所信警方調閱監視器 鎖定嫌犯 在兩小時內掌握嫌犯行蹤 將他逮捕歸案 嫌犯趁被害人下車鑰匙位 把將車子開走 原警受理後積極查處 在兩小時內掌握犯險行蹤 隨即發動攔截圍捕 並將犯險逮捕歸案 下車時不注意忘記拔車鑰匙 就遭人趁機開走 所信車子順利找回來 嫌犯也被逮捕 記者林柱強桃園報道